大家好,我是Tiger 很高興邀請Youtuber Apple 不是啊 我們可以分享用燈光的心得 好了,你都常常拍旅遊片 原來是這樣的,剛開始拍的幾條 很差 那你有沒有用打燈的呢? 沒有的,全部都在日光下發生的 據聞你都有小燈 我不是,你剛才那些小燈 有圓形,大家都常見那些美女 在大陸買的 我去大陸買,差不多 很多人都問,燈光應該賣什麼燈 太大又好像太重 是不會拿出去的 那你曾經用過那些小燈嗎? 嘗試用過呢? 有室內,暗的時間 有火自拍的時間 是 是 因為都想被人看見你的樣子 都想看見的 而且懶得是想漂亮 因為打了燈,真的是亮的樣子 是 如果你的樣子比較壞 但打了燈,可以變回女神 你不打的話,你就是不醜 是 是,享受女神 是 我倒在 是 無論如何都不是女神 是 是 今天我們打了三盞燈 跟大家分享一下 之前都說過的 我們由細緻大開始 好 這個 我們叫Pocket Lion 可以給大家看看 尺寸 真的很Pocket 半張卡片 其實它有開和關 笑了 開了 其實都OK 這個是最光的光度 可以按一下就暗一點 哦 它一開是最光的 是 柔和一點 可以照自己的樣子 按一下就差 按一下就斬 按一下就斬 求救 按一下 不同顏色的 沒有 不是,按一下 就是你壞車 其實這樣看見 正常的樣子 經驗了 很光 這個會舒服 沒錯 你看到現在有個橙色的卡圍著你 就是橙色的膠罩 你試試脫掉它 因為現在我們都叫半戶外 其實是日光 我們已經用了這個Daylight 那整件事會白滑一點 整件事 有個白滑了 滑了 是真的有分別的 是,當然 這個樣子是覺得有點灰 所以那些人直播 一定要有個靚燈 然後就令到鋁唇 沒錯 因為有些人問 日後要不要打燈 這樣 就不用的 是 但如果你晚上 其實就不單止是打前面 我們說打後面有些發光 其實 打後面都可以嗎 是啊 當然是軟一點打 這盒小一點 先試試看 就會有些發光 就會變成這樣 有些發絲 對 尤其是好像隔壁的外國人 就會更加漂亮 有些金毛 不是 好 好 那你要介紹 就是這個 可以變色 就是你進去房間 橙色 Candle light 就可以用這個 如果day light 就是白光管 就用這個 還有這個很有趣 有很多配件 這樣就是 譬如 你可以用這個 這個 剛才 上一集 說過 相機 其實你這樣扣著 你去拍攝 例如 Light Market 你開啟燈 就可以補一點光 這樣就很方便 只不過這個時候 這部機器就用不到 因為拍攝 其實很開心 如果自拍就 其實沒問題 那你就看啟燈 自拍的時候 看著啟燈 Canon 你不猜我一下 是Canon的問題 好 這個其中一個 特別的地方 還有其他地方 例如 可以插著這些 就 黏著玻璃 就是吸盤 這個插著 就是插到電話 那個尾 就是iPhone的尾 對 我喜歡這個 可以插到電話 對 沒錯 所以 這些就叫做輕巧 對 也是用USB 充電 尿袋 輕巧真的超級無敵重要 沒錯 拍攝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越來越多東西外出 對 越來越重 這個 我們就叫輕量級 我們有個中量級的 看看有沒有 中量級 這個就是Aperture的一個燈 這個已經是組裝好的 對 你不組裝就不能站在那裡 但是組裝了的 現在就 有個小腳架 接著就 放在桌面 補一補都可以 我們 連上腳架還是不是 你自己 不連的 不過這個很容易賺的 10元都有 是的 動起了它就可以了 好啊 我們又試試套錢 好啊 好啊 你拿起都可以的 拿起給別人看 你試試開按鈕 梁小姐 有穿的 黃色 對了 那就是 因為加了黃色 所以就好 現在是最小火數的 你按到最大 你試試按 加 是 狂加 加加加加加加 繼續按 繼續按 現在最光了 沒錯 其實都很黃 我們講過了 室外就不要有黃色了 室外不要有黃色了 整塊的燃起了 你也可以靠磁石去黏住 哦 一個磁石 是 你可以中間夾不同顏色的東西 都可以 沒事 沒有 沒問題 因為它薄了 我們再留一留 沒錯 是 其實比剛才光很多 是嗎 是不是 感覺上比剛才光很多 沒有 沒有 沒錯 那 譬如在房間 在夜晚吃飯 你知道你去旅遊 有些地方很暖的 很暗 對 那你就可以補出來 那這個就是 Aperture 中級的燈光 那我覺得 你今次去菲律賓 可以試一下 戴這個 當然 你扭掉了腳 跟剛才一樣 這個也是一個 Hot Shoe 那你也可以 有相機的話 按進去 做一些拍攝 那也是很方便 那不要就關掉它 也是 非常user friendly 對 很方便 原來現在那些全部都可以夾在相機上 又不是全部的 我選給你的那些可以 這個人選的那些是非常好用 沒錯 厲害了 繼續 我們接著去最厲害最厲害 剛剛新推出的 Iwata 是日本一個牌子 Iwata 日本廠 近期都很熱 其實都不算很大 都是一塊這樣的東西 這個是超級重量級的 給你打開看看 超級重量級 開靚紋 其實它很帥 很帥 又加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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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叫做 GP01 Genius Pro 又是聰明人才能用到 我給你 用不到 我肯定用不到 你試試開 你試試開 等一下 我幫我按鈕一點 是 是 超光的 是 超光的 是 是 你看看大家 是 很厲害的 這個是最光的 還是 最光的 其實我很快就說一說 因為我覺得這個 都是新度的產品 可能很多朋友都在用 較小的 GP01有什麼 就是磁石設計 這個可以立即吸入 油光罩 也挺有趣 小的 這個也是前程的 對 更有趣 就是 它跟一般的 以前的版本一樣 它可以 可以調個色溫 現在是黃燈 我們不需要黏膠 變色 我們把它轉到 5600日光 5600日光 就是現在的 日光效果 因為後面是有一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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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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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n 對 不需要再把一些 Nos 不用買一堆紙 而且現在5%這個光度 跟剛才的眼燈差不多 這個舒服很多 這個光度可以用了11個小時 11個小時 很厲害 而且新推出了一個 觀眾看一看 很好玩 這個100%很光 是一個發光 按這個按鈕 倒數90秒 是Turbo Mode 更加光的 你現在看著 沒有Turbo 光了一級 因為廠方正在研究關熱 還沒有關熱 所以只有90秒 90秒會爆炸 希望可以快點研究解決方案 但它是帥哥 拿出來也覺得比較好 其實你問我我喜歡這個 我覺得這個 因為這個其實它可以暗 它可以光 做到所有想要的東西 因為它可以很光 你不必可以開到盡 沒錯 還有我們有時拍旅遊特輯 都是幾個酷 很少人 你帶很大的燈 第一就很辛苦 周古來盡 第二就是 我們兩三個主持 你來後一點 加上傘 闊一點 這件事就很舒服 一個人 這個都還可以 沒錯 兩個人買三個人 這個真的 不夠闊 一個人有光 另一個都其實有光 對 還有要注意 好像Apro之前所分享 就是 用以前的小燈 可能只是控制自己的面光 是 如果用到大一點的燈 即是範圍比較大 例如晚上這間很漂亮的餐廳 有一個扒 其實你都知道你在吃什麼 光源闊一點 其實對於這件事都有幫助 但這個可以有幾個光 我真的要試一下 這個可以有光 光到瘋了 基本上是一間房都可以打光 都可以打光 沒錯 我們通常不會直打 因為樓很深闊 我們會打天花板 如果不是太高樓 這樣就會整間房都飄了一點 如果一個這樣的盒 就可以打光一個房間的地方 其實真的很好玩 很夠玩 沒錯 這個也是 期待 這個大約一千元 多數左右 這樣的質量來說 真的一流 因為打燈真的太重要 真的整容那麼重要 沒錯 而且都是 如果我們叫做Pro佬 即是拍照 拍片 即是有這個 就算不是旅行 有時做婚禮 或者是燈 是的 這些都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拍照也一樣 沒錯 拍照也很適合用 拍照就是差一個角度 或者開始就快添淫 那些時間 我們補回 尤其是我講 拍照大家很喜歡拍 日落 有沒有試過經常拍日落 都拍不到 為什麼呢 黑色 光差 因為你拍到鹹蛋黃 對 對 我知道你明白 不過你說不到 所以這盞燈的好處是什麼呢 你近近地 就可以把整個人 出來 但同時間你後面一樣 也有鹹蛋黃 所以很大火數的燈 在某些情況下 是有幫助 因為其實 Magic Moment 是最漂亮 但是最難拍的相對 就是要補回這個光 沒錯 期待我們接下來 多一點的 Test Review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是的 要多看這個 是 記得看Able的影片 是 相信打了燈之後 會更加漂亮 是的 多謝你支持 好 那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Hello 再一次多謝大家 收看我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你有什麼意見 想法 或者甚至是問題 都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如果你覺得影片對你有幫助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以及接收通知 我是Tiger 期待我們可以下次再見 拜拜